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時候 我們只是用自己的角度祈禱 但上帝的角度, 卻是長闊高深 節目《祈禱360》 邀請不同前輩教我們 360度全方位祈禱 各位大兄姊妹、主女的朋友 祝你們大家平安 我是包德寧福興教會創辦的牧師 我很想鼓勵大家 今年在香港十一祈禱日 都出席參加 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相信對你 你的教會、你的家庭 甚至全香港會有很大很大的幫助 我們都知道 《聖經》說 二人討告守法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我們的祈禱 不是一種宗教的活動 是真的會產生能力 所以很多人可能有機會認識到主耶穌 甚至很多家庭會蒙福 很多生命會改變 我們知道 耶穌教我們討告所謂的主的討聞 一句話 要你的主意行在地上 願意和行在天上 當然神的主意都會行在天上 我們都盼望神的主意行在地上 我自己十六歲是蒙照 我是美國人 神告訴我 一日中國的門會開放 所以我在1969年來 香港建立我們的福興教會 我跟很多大兄姊妹說 希望一日中國的門會開放 但是看起來是不可能的 當時是文革的 很多問題 我們進不了 香港人回中國都不是這麼容易的 但是當時我們決定為中國開放討告 記得當時我們的大兄姊妹 我自己 我們去洛馬州 對面是深圳 當時好像一個農村 很多人來現在很大的城市 我們很多時候會 一個星期用幾天的時間 跪下哭一流淚 為中國的門打開來討告 我們這樣做了很多年 很多的眼淚 很多的討告 不單是我們在全世界 很多人為中國開放討告 暫美主 在1978年中國的門開了 我有機會進去中國 接著我認識很多大兄姊妹 多數是家庭教會 那我很莫名其妙的 他們早上四點半五點鐘 會起來來祈禱 都會祈禱每一天 做兩三個小時 初期我們聽過解放之後 中國基督徒都沒有一百萬 但現在可能有百千萬 一億有這麼多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信耶穌? 我相信是因為討告的力量 神的主義在中國成全 在香港一樣的 只要我們去討告的時候 大家出席這個特別的日子 討告 神的主義都會在香港成全 神一定會很大大的祝福香港 阿門 讓我們學習謙卑 尋求上帝的角度去祈禱 接下來有十月一香港祈禱日 鼓勵大家去到馬灣挪亞方舟參與 詳情可以瀏覽這個網址 或者致電23328361 於是